各位华师 各位同修 今天我们十五四道 第五角 我们常常讲 愿自己和他人远离痛苦 愿自己和他人得到亏乐 愿自己和他人得到亏乐 那就是慈心 愿自己和他人远离痛苦 就是悲心 慈悲心 那么我们必须要 一是三宝 一是三十四的教肆教学 才能够整体信心 整体甚至不会改变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 远离各种各样的抹杀 那我横过来说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抹杀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无法痛 无法生命 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是意念三宝的观点 那我们这些魔杖的出现 都是因为有烦恼 朝夜 就这些夜上 无始以来一直累秀 当我们纠结的时候 愿空办到的时候 这些障碍就出了 这些障碍就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愿望纠结 这些障碍 这是夜渣 这是魔渣 魔就是障碍的意证 魔业就是障碍的意证 这障碍我们成活纠结的意义 这些障碍的出现都是跟烦恼有关系 所以我们再认识一下烦恼的过患 大家请分开 管网172月第2端 那么到173月的第2端 第4 过患者 女士对抗产 才是 弹者大人 臆其强人 到与世所远 建故随民 同这抗产 病故兼惯 于事以贪 于逐所贪 于现以后 于尽生罪 因受苦犹 反胜等苦 远离涅槃 堆持善法 帅神奏勇 不怕忠忠 却君无乐 情无畏 一切放锁 恶敏流布 大师不怕 胜者何者 临终有鬼 死多恶趣 不能获得自己的利 庄严经论云 烦恼 怀自 怀他 怀清解 为神势力 无法大失负 仇争和民 阿世 生难处 使得为何 抑或大忧虎 入行问地云 神爱等怨地 全无守族能 非永知如何 与灵火入骨 安住我心中 欢乐反尊我 与死人不断 人非出英国 一切天非天 舍与我作敌 必不能禁忠 不见大火中 此大地活敌 作离心一风 却不留灰尘 能刹那之我 俗过烦恼地 尝试无始终 欲敌皆不能 知故事求援 各随身成事 其为作力德 各清除烦恼 反作苦成脑 此作过烦恼 却方了之 有如他散弱失灵 犯处烦恼 去之烦恼过烦 以下 非之声音 由之过烦恼 万美过世 既为原理 若不是破坏 则不是为原理 不如庄严经文 基督经文所说思维 有明是烦恼向着 必须尽对他 下至当今无因差异论 了知根本击谁烦恼 与心相聚 若堪称道 随意此时 变能认识 此即是你 阿金生起 与佛脑斗 虚无始终 好 最后一句 与佛脑斗 我们才能听到这句话 与佛脑斗就是与自己斗 那我们这个人都是与别人动 不是与佛脑动 那么佛脑呢 它会有什么过分呢 就是刚刚开始的三喊霸 佛脑斗斗斗斗的时候 先人令心砸懒 我们心就砸懒 不从境 盗取走远 我们对走远的心是颠倒 坚固随缘 囤累佛脑 让我们的烦恼能够更加的坚固 令不坚断 持续下去 于是与他与续 对于自己 对于他人 对于事他都是有损害 与性与后与续 甚至在现在 在未来 以及在现在和未来 都能够争取罪业 临受苦 忧 感尖等苦 那么会有准准的忧跟苦 远离念旁 退至善法 虽准受业 忽大尊重 却聚无乐 及无畏 那么这种种混乱的陷阱 这边在大尊当中 就是没有无畏之心 一些荒者臆民流布 大致护法正着喝者 这与伤保不相遇 灵状优怀 使度恶趣 不难获得自己的毅力 就不能够到佛法的利益 那么这一页的导述第一页 断属环老虚是环老的过晃 环老的体现 怎么对视 以及环老先取的因 那么知道了过晃 观察他的故事 知道他是冤敌 那么如果不知道过晃 是不是他是冤敌 所以我们要认识环老 那么认识环老 我们过去有一个点片 认识环老是纪无尽的开始 那这环老很不好认 因为我们环老很多 根本环老六个 最环老二十个 那么四周有八万四千环老 有很何杂环老 就非常非常的多 都不好认 但是所有的环老 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的 最初阶级 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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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的 那么怎么来认识 就是我们自己环老 那么过去的 这种产生的主持 他把我们这个环老 给予成牛 牧牛 就昏牛 所以他有 是牧牛土的树 他有十个树 就是把人 这个小孩子 叫团子昏牛 这个境界 就如我们人类子昏牛的一个境界 那么第一 所以 第一个算呢 他就怎么说呢 森林头脚之咆哮 奔走西山路上窑 一片黑云横骨口 水之步步混乡 森林头脚之咆哮 就是 这个牛 就如一只昏牛羊 他在头上面长着脚 直跑掉 一直在乱发脾气 乱吼乱笑 就如一只昏牛一样 那这个比喻说 这人非常的聪明 四肢变窗 变走西山路中窑 就是 他越跑越远 他不知道回家 这只牛不知道回家 就到处乱跑 一片黑云横骨口 天黑了 他不知道回家 不知道去哪里 水之步步混家苗 步步混家苗 就是 这个牛呢 就是乱跑 吃双家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环绕 内心当中有煩恶 内心当中有煩恶 他不有世俗 所以一直在会伤根 断置意的伤根 烧恶业 所以随之步步混家苗 那么这是第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为幸福 为学佛的人 为修行的人 为调心的人 那么每一个人 他的内心当中就有一只煩恶 就有一只煩恶 有煩恶 有些煩恶一样 他到处乱吃东西 他不知道怎么是专家 怎么是清朝 他就分不清楚 他就分不清楚 这是为幸福 为学佛的人 不知道煩恶 那到第二步 就是开始幸福的 开始学佛的 那么他就是给这个牛的鼻子 成长一条神 那么跟这个牛的鼻子 成长一条神 那么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起煩恼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这个福华 他就能够把心拉回来 就知道说我们这个不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很需要靠 这个小端子 这个小孩子来拉这个牛 而且要靠这个人来拉 那么如果没有 要靠来拉这个牛的话 那他一样会跑 那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小孩 就优如我们内心的受益 优如我们内心的心愿 以及我们自己内在的佛心 因为我们内在有佛心 所以我们能够受益 我们能够发愿 他需要去体测 那么这个神 什么意思呢 扭鼻子的神 就如我们 比如你念火 你熟悉 你长光 你念经 你礼拜 你必须要通过这些的意识 通过这些内容 那么才有办法让我们的 火脑的洒落心 狂妄心 把它制伏 才有办法 在这只的 火牛的鼻子上 穿上一条绳子 那么这个绳子 它必须要穿到这个牛的鼻子 它才是有缘的 你这个绳子 你如果给它绑到 牛的这个头上 还有绳子给它绑到牛的肚子上 给它绑到它的腿上 你这个人都要拉 你拉不够它 它牛人的气更大 所以这个绳子它必须要 绑在牛的鼻子 那你才能拉得通 这个就说明说 我们在修行愿法的一个过程 它就是调伏烦恼 你必须要正对视 你没有正对视的话 那你这个烦恼是对视不够了 就是说 我愿这个法门 我愿这个风华 我发了这种心 那么能够深圣 在烦恼困扰住 那么这个烦恼没有困扰住 就意味着 你对这只昏牛 那么你的绳子还没有真正传到它的鼻子上 那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人 他老前去困执别人 但只要这么人困执不了自己 困执不了自己的心 没办法来约束自己 没办法来归患自己 那么有些人 这个他就认为说 我们这个小合法修行 可能后来就有一天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有些人认为说 我们慢慢修 修到哪一天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个也就是说 到底是 动物还是现修 那这个也是比较 大家是关心的问题 也是比较线乱的问题 我去开悟以后才得究竟 而且都是究竟以后 以后才能够达到开悟 到底是先悟还是现修 到底是动物还是现修 哪个松药 哪个好枷锁 哪个好用光 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 那么实际上面 现修和动物 动跟现的一种关系 那么 这个怎么来认识呢 我们修行是断专修 开悟是见专断 修行是断专修 开悟是见专断 修行怎么就叫断专修 就是你忽然间明白的一个道理 比如我明白的无常 这个人明白了 那么你天天就只有无常光 你忽然间你说这个属极 这个道理我明白 念佛 不断专修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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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你明白 后来就明白 这就是断物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你去做才会有感觉 才能够比较容易上手 才能够比较容易愿观 所以修行是在断专断专修 那么你如果说你明白了道理 但是你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一步一个小运的现修 那过几天呢你对这个道理慢慢慢慢又被五米烦恼覆盖 又忘了自己悟了这一点又没有了 所以修行是断专修 那么开悟呢是现专断 你天天念心 你天天研讨 你天天礼拜 佛兰修他就又明白一个怎么道理 所以开悟是在现修当中悟出来 断悟了 那么这两个都是一种变证的关系 那么有些人 他只是求着我又去悟 他不想说去修 那也不可能说你真正的悟 那也虽然他不明白道理 他只是认为说 我一天一定要修多少做法 要听多少变心 他就不明理 没有悟性 不能断悟 最后越修越激烦 越修越苦恼 也会造成自己修不下去 你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积极 那人的心也就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固执 心越来越僵化 最后就出问题了 那么我们 比如说你上上上来复始 你一次又一次了 一年又一年了 一天又一天了 持续不断的了 就做明了有信心 就做明了冷心心 大家一起观之后 就代表合合 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建设的过程 那你对这个道场的父子 愿光 那么一年 后来就这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一般人是比不上 他主明白了说 对三宝的父子 观度有多大 加持力有多大 感应有多大 那么跟一个没有解释 一个建设构成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他有些人 他在庙里边 这个参加了一丝临时的活动 那时候没什么感应 没什么浮华 没什么体怀 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说 自己的这种狂妄心 散乱心 没有认识到这个环境的问题 所以不行 那么牛拉住了 鼻子穿上神 那么他就能够有什么作愿呢 见将 这个牛他就不会乱跑 一乱跑他就把他拉回来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去赛医 其实时时刻刻你这个手要拉住这条绳子 那么才有办法把这只乱跑的牛 这只扭治付处 那么你这样子 你这个地步分开了 那么他扭一点 它再跑 那么这个 这就说明说,我们修行佛法,愿过的时候,它一点不能伤识,它毕竟要圆到法上面,它不圆到法上面,那人就游起来受罪,它没办法。 那么罚,它都是我们内在心里面的一种力量,那么心里面有力量,它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烦恼死心中,那么心如果没有力量,那么它烦恼就有现行,就是如这种, 这个小孩子 他就是不在牧牛 他就在跑 那我们一天当中的观课 定课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定课 比如我们做少王观课 无堂观课 那么有些人在家里上班 有家庭 有家务都很忙 有些人说这个观课很难保证 但是你不要把观课定的时间很长 你观课十分钟也可以 你念三国一 念一个波动心经 五分钟十分钟 一天点四三次 这个肯定能够保证 你在吃饭前你念五分钟 而且你饭后念五分钟 早上起来的念五分钟 而且睡觉以前能 这肯定能够说到的 对不对 你世间上面的人 最忙的人 他不可能说 我太忙了 这个我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你说我忙到没有时间上卫生间 这不可能 这个观课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你不就要去认为它很重要 你不是说 我们要有宽了 那才去做 你不坚持 固定的 定时的 这种观课的话 你这个牛 你根本不知道跑去哪里 你根本就没办法 你只有到点 那个时候 我们就 哎呀 现在这牛跑去哪里了 再不在这里 你才知道自己的心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要求 我们的心是看不住的 绝对是看不住的 我们怎么能够看得住呢 请求戒定会 洗灭唐城时 那我们发菩提心 要广心疏杀 六度 不知此界 人路精进 常定是非 六度 他也是度自己的 六度不是度别人的 不知度健康 直接对非非非非 人路对称呼 精进对接待 常定都散乱 智慧都与此 你看 不知人路 智慧都是谈成词 然后我们就怎么 精进场地 就是散乱 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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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人散乱 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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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所有的上业 都悔 都悔了 都悔了 就没有上业 就把所有的双家 全部被扭斥掉 所以他六度 他也就是 常常是散乱 散乱 散乱 他写来这些活话 多得显得这些命题 以教经里头讲 能净人者 那可为 游历大人 乐习不能 分析人寿 恶骂 自毒 不免入到 社会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修行的人 只有 分析人寿 恶骂自毒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世间上面 在逆 在语逆的 这种语言 他都能够 人寿 接着的话 才是有真正的 路道的智慧 那么 世间上面的 这个五说五四 他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话 什么语言 都是会有的 那么我们 究竟知道 一定的时候 那么他没有 称灰心 忍辱度 称灰 他自己没有 称灰心 没有称灰心 那么别人 恶元恶行 他都是 称灰心的表象 因为你没有 称灰心 别人有称灰心 他不相应 你相应不了 就他不会伤害到你 那么你一旦 你还有称灰心 你还有怀疼 那么你就非常容易 内心给别人的怀疼去生命 他称灰心跟称灰心 他称灰心跟称灰心 无名怀疼 跟无名怀疼去生命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囤井是真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发生的问题 发生的矛盾 发生的旧婚 都是要在自己身上 来查找原因 来认识问题 他才能够实习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 你说他不对 他也说你不对 互道堆分不对 那你这个言谈实惠 只有这烦恼越来越热 就越来越厉害 那这个都是不是 修道的一个 基本态度 我们是修道 就是要面对自己的烦恼 面对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个牛第三步 它牛能够拉住了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修行 一直在修 慢慢慢慢 这个魂脑就开始会有 转断的 这个牛呢 它也不会跑得那么厉害了 那么这个牛 它也知道 慢慢慢慢 是到这个俗人的意识 那么这个俗人的意识 这个就又如说我们心 在修行的时候愿法 它能够愿到法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 烦恼 我们自己内在的修行 它自己都很清楚 我现在就在修行 我现在就在烦恼 那么它的烦恼的力量 慢慢慢慢就比 我们自己内在的 上法欲 内在的奴隶的修行 要弱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 团子呢 他可以把这个牛呢 这个 给它装到 树上面去 或者给它装到一个木栏上面去 它可以让它在一定的 范围内自由活动 我们有些换牛 在家的时候 小孩子换牛 他不愿意换了之后 他会给它换在树上 他让它吃 收 收尾的这些草 他让他收尾的 是没有双甲 他也吃不到双甲 那这个牛呢 他自己就能够 乖乖地在这个圈子里面活动 但是 还有一个人 把这个 牛的绳子去换 他就是又离不开这个小孩 这个人 那到第五步呢 就能够得到 迅虎了 得到迅虎 怎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牛 或者呢 你看看 在这草原上面 那些牛羊 荒吹草地 这些牛羊 他这个牛 他这个牛 就到处 当然他也没有双甲 他就到处这种 这种市场 这样的话 他也不需要 去牵这个牛笔子 也不需要狂战 树战 他自然 这只牛 他知道他要吃什么 他要吃草 不能去吃双甲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人 能够 究竟的 路障 神购的过程当中 他所见 越来越挑逗了 他所有的一切 所作所为 都能够回归 世性 回归本心 他的行目 已经不会离谱了 那么这个就是 到第五步的 简直的一个程度了 妈妈妈妈 按自己的怀恼 能够得到四伏 妈妈妈妈 这只牛 他自己也能够四伏 那到 第六步呢 到第六步的时候 他就 牛也好 这个人也好 就更加 肆虑了 就是说 这个 木牛人 他根本不愿 不愿操心 他可以 不需要特地去做意 特地去体测 那么他这只 这个牛呢 他都不会 有一点一点的问题 那么比前面的 我刚才谈到说 这些牛 放到一定的荒谷里头去 放到草原里面去 他关乎更新一层 他就是放在瓶子的 在什么地方 这只牛 他都能够 非常的 温爽 因为他已经得到迅速了 那现在的话 目流的人 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操心 那么第二到第七步的时候 他就可以达到 量运的一个水平 那么量运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是一个怎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不需要特地去提测 那基本上我们早上起来 知道就做什么 早上起来 我们要原谅 做观客 做观客 我们早读 过堂 过堂闻到初播做什么 他已经练运了 练运 这是牛的医院 他知道说 白天做什么 晚上做什么 他都练运了 练运思路了 就是牛也能够练运思路 其实小孩也能够练运思路 就是说 我们一天当中 传练道文的这种愿华 他都能够非常地 适路 但是虽然说非常适路 能够练运 而起 可惜就是你这个牛还是杀 他可能忽然间探了一天的话 他要去吃专家去 他还是有你 所味着你的心里还是有煩恼 这个就是嗅嗅嗅嗅 救到哪一天 他就发神经 你救救救还到哪一天 脾气就不好了 哪一天就漫经就起来 他还是有你 还是有煩恼 那到第八个城市的时候 这个豚子和这个牛都是习惯的 他认识到说我们的色意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胜量 胜量是无常的 烦恼也是无常 就是我们的世心当中 世心当中 他知道说 这个小孩有时候也会跑去我 小孩有时候也看不出 所以都是习惯 牛也一样 跟小孩一样 都是习惯 就是说我们自己 虽然说愿光 有时候这个心还是会变 就跟这个牛也一样 他有时候是不愿光 所以就是看不出 那么这个就说 我们的胜量 我们的受益 我们的奴隶 跟这个烦恼一样 他也就万 也就万 就是好的万 他不是身心 不是本心 那么到第八步的时候 第九步的时候 是我没有了 是我没有了 因为牛也就是希望的 这个小孩也就是希望的 那你这个线就宽了 那么线就宽了 那么就如我们看到 蓝天 白云 流水 小桥 看到万物 就是说 这个 牛也没有了 这个小孩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 内境当中 只有智慧 就灵光独照 就他不需要 怎么可以去 去说 也不需要 可以去查找黄老 他已经就是 完全智慧见潜 那这个功夫就 很深 但是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努力 为什么还是需要努力 因为你还没有到家 还没有成果 所以 有时候我们愿光 愿到 自己觉得 我们内境当中 有很全的佛法的喜乐 有很全的佛法的力量 有很好的 很全的感受 那么如果 实验子的话 有一定的执着 那么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人 还有这个念头存在 还有这个智慧的念头 还有圣念存在 还有回光 回照的这种历恋存在 那么历恋存在 你一旦执着 这种历恋就成了煩恼 这种受悦力就成了煩恼 所以它一定要达到大远近智 一定要达到成活的 它才能够不变 那么到 第十步的时候 那是大远马 这长远马 这长远官途 这成活的一个境界 就是能念所念 它完全都宽了 就是念头也宽了 这是智慧的念头 怀恼的念头 能走中文的 双文的境界 它也看不到人 也看不到法了 也看不到物了 这大光明上 大圆满 大菩提 那么实际上 我们修剧的整个过程当中 不识不学 实际上 大家都找到会有 一点点的感受 那么都是在 不同的城市上 那么因为这个 牧牛图的上 它有很多个版本 所以可能这个系统 大家比较好口 所以之后可能 能不能不好 这个我觉得普通话 出来又不飙爽 就能听不懂 所以我就选它的大意 所以你心里觉得 有牛就不对 那么你就好好去看人生牛 我们讲你这个人很牛 那你就会有问题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牛 你觉得自己很牛 那你这个牛就是煩恼 这个不能牛 不能有牛气 牛的脾气也不行 所以我们又慢慢去体会到 这些佛法的光德 三宝的光德 那么对这个佛国 有广大的圣子 基求 建议我们才能够远离母眼 远离无缘 得到送命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利益一切专生 那仅仅说追求的是为了利益自己 那你肯定会推菩提心 它菩提心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专生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做什么事 我们学会以后 我们出家以后 我们要说什么 要搞清楚 你一直减自己利益的 那么它就会推菩提心 最后你又有菩提心 最后就会变成没有了菩提心 最后你菩提心就花不起了 那么如果说 我们减花菩提心 但是我们仅仅是 在显州也有花菩提心 在说一周 我也有花菩提心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没有实际的去造作 那么你也会推菩提心 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这种心 变成我们的行为 时间长了 你一眼也会推菩提心 因为你没有办法 自己的这种胡华的力量 通过自己的实践 去利益到算成 利益到友情 所以这个菩提心 这都是坏事 的面子说 天间 大愣一世愣 毕竟苦起精致 老起精骨 恶起体肤 空花期间 真意其足不难 就是 你也成为一个圣人 成一个大人物 那他必须要苦起精致 老起精骨 恶起体肤 空花期间 这样才能够 真意其足不难 你的能力 你的知识 你的智慧 你的悲劲 你的愿力 才能够生长 其实 闷死 他都能够 悟出这个道理 那我们这个 你要当菩萨 那比这个 天间大愣一世愣 那比他还更高 你这什么都不断 那你就 将也获得一个 菩萨的培名 那谁都可以当菩萨 肯定这菩萨 它是不容易打的 菩萨是不容易发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 要知道 这个佛菩萨的这些 滚头 它的意义 怎么样 就让这种菩萨 不能退死 持续下去 那么我们 如果 尽量的 尽可能的 来究竟 佛法 走去恶业 你造了上业 那么你就不会造恶业 这肯定 因为你的心 通过我们的行为 就变成上业 那么你如果 没有去造上业 那有可能 你会造恶业 它写着 你是武器业 因为你怎么不受 什么行为没有 那你的业是武器的 这是非常贵恶的 那我们忏悔 忏悔就是对 过去生 过去世 所做的这些恶业 那么这些恶业 它会赶果 那赶果后 我们需要去忏悔 需要去观察 那么忏悔 一直非常地重要 要让我们 没有生起的上滑 能够让它生起了 已经生起的上滑 能够让它生长 已经生起的恶滑 让它断面 还没有生起的恶滑 令它不生 那么我们如果是这一代的经 是称慧的经 是吊怀的经 是吊怀的经 是睡眠的经 我们传承着五干 它们会称慧 吊怀 吊怀睡眠 等等 那么这些烦恼 就能够盖辅我们的本心 盖辅我们的光明 世心光明 这五干嘛 那么我们只有靠心性的力量 断恶修善 它也需要靠心性的力量 才有办法 也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断恶修善 它恶就断了 善就修善 它必须是无有先端的 心境都是无有先端的 简直的话 我们的善才能持续 恶才能够死及 所以在佛教里面 就名为自圣群 圣群就是心境 自从心境 所以它心境 是对这些善恶来讲的 那么我们人欲还恶的行为 那名为心境 对这恶的行为 也是名为心境 那我们有善的行为 让它保持是心境 没有善化的行为 让它生起来有善化的行为 也就是心境 我们想想起来 这个人有善根 还那么愿光 那么努力 那怎么叫做善根 这善化有根 那么就是心境 那么你这个善化没有根 人就不容易心境 那么善善根呢 善善善根 无贪 无贪 无耻 无耻 就没有善成是 没有善成是 没有善成是 它就是善化 没有恶化 所以世老人 它就是 容易 心境 那么 我们不能 断恶修障 我们善根比较 微漏 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培验 去认识善恼 去对治善恼 然后不断去努力 那不能说 我们在道场当中 看到一个人 说会神的愿光 一天在看经 一天在礼报 一天在圆滑 你说你为什么那么修行 那么心境 我们去修行 我们到外面去玩玩 那都不对 那都跟 佛法都是不相应的事情 它刚刚开始 都是需要坚持的一个 固彩 在善恶法 善恶法的行为 能够有所细数 那么善根的这些光明 也就是附近的体现 其实我们通常都是有的 都又附近 又附近就又善根 此次被我们的 无敏 煩恼 机器 毛病 各种各样 这种所盖 那么我们在现实人生当中 我们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 各种各样的境界的影响 那么我们只有主动去把握 认识到我们出发经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修行到最后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出发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的学差力 他就是比较强 学差的能力 警觉的能力 比较强 因为他一切都是新鲜的 只有一个人没有来到我们道场 他看到了一切 他都很愿心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 幸运 那么这些禅呢 他就 信息就出来 他如果不能跟胡华经验的时候 他可能又是看到很多警戒 好像跟社会 这些其他的人群当中一样 那你如果有愿观 那他那些就越来越敏锐的 他就在道场当中 他应该怎么做 这道场是怎么运作的 怎么愿观的 应该带主 应该怎么带 带这个部门 应该怎么办 这个法会应该怎么组织 这什么东西应该到哪里去拿 遇到事情应该去扫水 他都是清清楚楚的 那么道后面 就是他越做越纯属 结果我们刚开始 可能很多的义观 这个故事 我常常看到 浮躺外面的人 比浮躺里头的义还多 这种义观 比这面子的义还多 或者是一个办法 怎么让他外面没有义观 你现在在义观 你现在在义观 外面都没有了 全部都在乎他 这个已经能够受得到 其实就是我们去检办法 检办法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这种 但是我们护士的义观 他没有念经 没有愿光 没有愿法 护士不得了 护士几次了 都受不了了 那么这些话就是在乎坛里头 有很多参加法会 参加活动的人 他也能够去洗资料 我们去洗茶 去除博 去刷网等等 这样就比较好 他体会他就会更深 那么再到后头呢 他就能够自行做得很圆满 初中后究竟 他都能够圆满 但是你一开始 你就想让他圆满 那就不可能了 那你这个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不对的 是不可取的 那有些人 素质 我的观察 他说每次我一定也做得很圆满 我每次要考一百万 这不可能 每次怎么能考一百万呢 每次我都第一名 这都是很不现实的事情 这个心态都是不对的 那么怎么样才是对的 我们修景也好 我们素质也好 你只要每次 每次有感觉到一个 希望的点 进步的点 成就的点就可以了 比如这次法会完了以后 自己有哪些点进步了 有哪些后面成长了 有哪些后面收获了 你就是对的 你如果感觉到说 我这次活动参加了 做下了 武器 可习 全部都做得很好 那你一个心态 就会有问题 你刚开始如果说 我之前做一切 把它做得很好 你会有问题 为什么 你不可能说 所有的事情事情 是蛮受得圆满 这不现实的问题 忽然有一天 你认为我事情已经受圆满了 那你这个认为差不多了 因为你不要再受 不要再吸引一些圆满 所以我们在耐心的 这些无敏环老 它是非常危机的差别 它就学察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一天比一天好 每一次看到亮点就可以 不要说每一次追求圆满 每一次追求持权之满 最后你会搞得很苦 别人跟你一起做事也很苦 弄得大家都苦 这个不行 这个我们也很容易 在智慧上面做事 它跟这个道理一样 你不能在座面去 去愿心 我们只有成果 才是真正的圆满 所以我们要随喜观得 随喜观得 也很重要 你别人做好 你谁说 你赞他 你鼓励 那么你随喜观得 这个不仅仅说好像 要随喜观得的话 好像显示出自己很有修养一样 而且随喜观得 人家说那么多次的 我至少有几句好话 哪个都不对 随喜观得 理由都是很流不得 随喜观得 随喜观得 就容易对着自己的盘鼻心 婚别心 自己的嫉妒心 自己的我妈 从专专的毛病 他都能够得到对峙 就这些 我们都是要随喜 因为我们一照见的时候随喜 那我就会随喜 他怕自己照不好 但是我们在瓶子也要随喜了 不仅仅是我们照照片的时候才随喜 瓶子也要随喜 随喜观得 你就能够随喜到思量 当然随喜不仅仅是说 你是在一句口号 你从心里你是真正去提大家 那你这个人就很了不得 你的思念就大 我们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去随喜别人的观点 你别人做多了 别人做好了 你心里难受 但是没有随喜心 没有感恩心 不对 这不是我们学乎的人的一种心态 你不仅不能去思量 你还损失量 那别人得到思量以后 你自己损失的思量 那你 你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很发不难 非常不划算 所以你一定要去随喜别人的观点 那么 你有这种随喜观的心 哪怕你弹在床上 你坐在那里 哎呀这些大双很辛苦 所以很辛苦 要这么发心 随喜别人的善心 那么你的观都得很大 当然这个是因为说你老了 你生病了 你端不了 你天天什么都不端 你就随喜随喜 那不是真正的随喜 那个也不对了 这个有区别了 走了 那这个随喜就是一种口号 那我们不仅仅又随喜 还又回向 我们所有这些上司啊 所有这些官德 都要回见到无尊真本菩提 回见到成果 自己也好 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的一切的善心 最后才能够驱见菩提 才能够归见佛果 最后才能够得到佛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悔见 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培养我们 身与益 一切的主作所为 与佛的善业心意 佛有身与益 大悲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这种悲心 身与益 所有的一切的造作 能够与佛菩萨 兴应兴朗 最后我们才能够成果 那么我们能够 有这种广大的悔见心 就慢慢对轮回 对恶道的这些不误 这些危害 对无名啊 他都能够超越了 因为你跟佛行音 跟法行音 这让人这些痛苦 这些烦恼 这些轮回等等 他就能够得到对色了 那如果没有这种 学习感恩 这种悔见的心 那我们的心 越瘦越醒 越瘦越紧 越瘦越紧 心越来越鲜化 那就不行了 这包括我们前日 连天谈到说 我们这些 无产念识 那么无产念识 就能够选择 就能够选择 我们对现实利益 现实亏乐的探索 那因为我们就仿佛 都是探索现实的安乐 所以它需要无产法律 需要死心 需要念识 只有感觉到说 我们人都会死的 并且食物定期的 那么今天的话 才会顺自听闻呼唤 而不是世间上面的一种 生活上面的 享受 生活上面的一种习惯 那如果我们没有 食物定期的 这种真切的感受 那这间场呢 妈妈在寺庙里面 她就跟没有学佛话的一样 就是律师一天一天 过后一天一天生活一样 所以我们 法的真正的故意处 那么就在这里 佛话间都是在这里 法才是我们真正的故意处 那么佛是我们故意的本源 因为法是佛做的 身是我们修紧人的 最书正的助办 也就是如果没有出家人 我们就很难修了 这种断力就不强 那它的根源都是从佛 列带的传承主持 但是真正的故意 它考的是佛 那我们在沙波世界生活 我们常常说激情奴役 对不对 说你激情奴役 说你激情奴役 也就说明你也有不奴役 你肯定 那么怎么叫奴役 怎么不奴役 这人奴役的时候是很少的 不奴役的时候也是很少 对不对 那么大部分是在奴役 与不奴役中间 对不对 以前不奴役 也以前不奴役 不奴役 那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看 我们怎么认识说 在历程天后台中 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奴役 也没有感觉到奴役 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说你的水平很高 性质很高 性质很高 所以说你的性质很平常 而不是说你的心态很平常 你的性质很平常 那么性质很平常怎么办 你要让你的奴役的性质不断拉长 就那些双肩的空白的地带 全部变成奴役 把这个不奴役的 那他没有 那你一天都过在一个奴役的生活 那么奴役的生活就是世俗的生活 世俗的生活就是圣账的生活 那奴役你才能够结起来 奴役 奴役就是奴役自己的意 奴役自己的意 我们奴役的善意 奴役的善念 如我们自己的心愿 我们天天会这样 一切三十字的心愿能够得到承拔 对 那这个就是奴役 这如佛菩萨三十字的一种意愿 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意愿 那这个就是一种奴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时候非常的清楚 这个蓝天也看得清楚 乌云也看得清楚 然后在天空也能够看得清楚 那就说明说我们有智慧 那我们有智慧 再来认识 再来认识 再来认识人生 再来认识自己以后他人 那么佛阿 你常常在画华镜里面写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 那么大白牛车 就他的这种历练都很显 他完全都是上法 白代表上法 而不是我们丰富 在物质的这些境界上面 把它搞得很复杂 那么我们学佛化的人 就要在我们生命生活的这种层面 感觉到佛化的层次 精神人面的层次 精神的力量 精神的作用 在精神上面 又让他丰富起来 尘世刚有的 让我们越来越清紧 那么如果我们尽紧对外在的东西很清楚 很明确 所以佛化学多了佛化学久了 应该让我们内经越来越清明 登堂路实吧 就是我们走到殿经堂 我们走到东派楼 白派楼 我们天天在这里 知道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 肯定不会迷路 你刚刚来的 你走到哪里进来 你都搞不清楚 可能撞不出去 他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这是一个例子来的 那我们修紧愿经也就如此 他又慢慢慢慢让自己感觉到非常地适路 非常地灵运 那么这个是精神层面 你认识到了 那么你行为才会有意义 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自主的一些观力的价值 那么世间上面 他的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观力的层面 都在物质利益的层面 那这个符法就不同了 那么这个符法 我们主要追求的是 心灵的层面 心灵层面的提升 心灵层面的进化 内经烦恼的去除 菩提经的神赏 等等 有这些就是说 我们对物质的世界有经验之后 那么 要让我们对心神的世界也有经验 我们对缓懒的世界生活有经验之后 也只有在圣主的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有经验 那么有经验 我们就要去学习 我们就要去实践 我们就要发心思 我们就要实践 然后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慢慢熏悉 正前的这种气急 然后一步一步 我们才能够见圣贤的路上 魅心 最后我们才能够成贤成真 成功受主 阿弥陀佛 好